Hello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小白色屏,我是网牛 现在我处在的这个空间是华为专门为这次S系列刚刚发布的这套智慧屏做的一个演示空间 给大家来体验一下这次智慧屏还有就是它的分布式能力 我们聊过很多次的鸿蒙或者说分布式能力还有就是智慧屏 但是好像大家一直对这个分布式这个概念都比较模糊或者它比较抽象 那么通过这期视频我们再跟大家来聊一聊 不关这点,小白色屏,咱们走着 我现在处在这个空间是它的一个IoT的一个展示区 这一件事就是刚刚发布的这个S65 这个摄像头是它的一大特点,它是可以摘下来的 它是一个分体式的,比如说它可以换成素质更高的一个摄像头 或者说再加上什么功能,你看它下面有触点 然后这次好像是还分为带摄像头还有不带摄像头的这个版本 你后面一放,然后就把它给吸上去了 你可以手动的进行旋转 而整个这个电视的这个造型方面呢 其实还是比较简约的 在ID设计方面啊,因为它毕竟是这个S系列的 所以说它这个边框呢,采用的是这个塑料的材质 这次小易云助手呢,支持了粤语和四川话的识别 降低使用文卡增加收入人形 比如说老年人或者广东地区的朋友们 可以熟练的使用地方方言来控制电视 咱们可以试一下它的智能语音啊 小易小易 香薰灯变成黄色 关灯 好的,灯已关闭 它这次强调了几个不过时的概念 这个呢就是它的IoT不过时 这次它用的是华为自己的红弧的这个芯片 这边可以和自家的华为SoundX或者说华为Sound来协同工作 实现一台智慧屏加上两台音箱的立体声组合 或者说一台智慧屏加上一台音箱的低音增强组合 需要注意的是,为了最大化保证整体音效一致啊 不同型号的音箱是不支持组合使用的 就比如说一台SoundX和一台Sound它是不能组合的 如果你有强立体声组合的话买同样型号的 给大家放一下 关于电视这个举参数呢 我们也直接给大家打出来 就不给大家面了 我们下一个场景再去看一看 它会有什么好玩的东西 OK,现在我处在的这个第二个场景呢 专门摆了这个两台电视 一个是它上一代的这个V65 还有这一代新的这个S65 在硬件方面 我们这台S65有120Hz的高刷新率 是带用难回这个字可以很好的形容高刷 这个哪怕是看个广告都能非常明显的感知 使用MEMC运动补障技术60Hz的电视 在播放常见24或者说30fps偏限时呢 往往采用3比2的MEMC动态插针技术 这种方式会导致较为明显的抖动现象 这一把2Hz就不一样了 它既是24的5倍也是30的4倍 正好是整倍数这样可以更好的兼容这些片源 用MEMC可以更好的进行优化 结果还是算法避免画面发生拖动抖动的问题 之前的智慧屏系列确实都不便宜 据说这个65的是5000多块钱 然后那个55的好像是不到4000块钱 然后那个75的好像是6000多块钱 我不知道啊 大家可以打在屏幕上 我也不知道这个多少钱 但是这样来说的话 它75寸的相对来说 性价比就比较高了 买电视这件事情呢 我的个人建议就是 同等一算的情况下 如果不是特别特别追求那种极致的画质 买大的对于你的感觉来说是更加直观的 OK 重点来了 我现在处在的这第三个场景呢 咱们重点来聊一下这个分布式能力 这演示机想给它偷偷带走啊 它这个是Mate 40 Pro Plus 陶瓷版的这个演示机 智慧双屏功能呢 可以把两台华为手机同时投放到电视上 画面也更大 比如你和你女朋友可以两个人一起刷抖音 双倍快乐 当然你没有女朋友啊 它还能打开不同购物的APP实时比价 也可以同时观看百问和小白测评 花一倍的时间或许两倍的信息量 你就是新的时间管理大师了 我在体验的工程中发现 它这个延迟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低 可以看一下 我现场询问了工程师 这个延迟呢 华为目前可以做到80毫秒 这是怎样一个概念呢 降到耳机那期视频 我们就跟大家说过 200毫秒以下就不太能够察觉了 100毫秒以下几乎感受不到了 现在这个可以做到80毫秒 我现在体验这个呢 就是这次我个人觉得 应该是最能彰显这个鸿蒙分布式能力的一个功能点 就是它这次可以直接反向调用你手机的这个传感器 这什么意思啊 我们现在这个电视上呢 正在运行着一起来飞车吧 它是装在电视上 这个特别重要啊 一定要再强调一遍 这个游戏是装在电视上的 你要想玩这种游戏可能需要专门这个手柄 但是这种手柄很少 这个时候就可以基于红毛的分布式能力 反向调用我这台Mate 40 ProPlus上的这种传感器 在控制方面呢 我就选择的是这个陀螺仪 就是真的像开车一样 因为我知道有些校伴 或者说我就那样啊 比如说那个开车的时候 摁着键盘 然后人就会这样是吧 现在你就可以真的这样 其实它是相当于调用了你手机当成一个控制器 当然我水平实在是太菜了 这个我也专门询问了他们这个工程师 有20毫秒的延迟 这个就是相当于没什么延迟了 其实一句话总结一下 我个人的理解 就是它把所有基于红毛系统的硬件所具备的能力 然后可以进行组合打包 不同的硬件设备之间可以进行相互的调用 这个可以说确实不过时 因为红毛2019年才正式发布 想象空间还是挺大的 OK我们现在处在第四个场景 可以演示一下它的视频通话的功能 这也太奢侈了 所有演示机都是Mate 40 Pro Plus 远程看家 现在这个就是直接它的这个摄像头 大家看一下 它即便在吸屏的情况下 你也可以用手机直接把它换起 然后你还可以听到这边的声音 这里我们手机直接畅连通话 我的手机来电话 家里有人正在看电视 或者说你要跟家里有人通话的话 就直接视频通话 就OK了 顺带一起发布有一个手表通话的功能 我觉得这个是特别实用的一个点 这款手表是之前华为发布的儿童手表 然后这个手表上面有个比较大的亮点 就是它有正面 还有就是对面 这非常像柯南的手表 这个两个摄像头 然后我们打开这个手表 这手表确实可以啊 很炫 爸爸打电话 还有下来第一个就是爸爸 完了 这时候弹幕肯定在飞什么我都知道了 好爸爸 唱脸通话 由于现在我们离得太近啊 有点点那个串音 给一个特写 首先这个唱脸通话呢 肯定是有个弹窗的 这个你可以选择接听或者不接听 还有就是你可以在设置里面 彻底关掉唱脸通话这个功能 它就再接不进来了 如果你要是再激端一点是吧 直接 这个上头拔掉啊就不用了 OK啊 现在我们处在的这个场景呢 就是最后一个啊 这里面呢是演示它最新的这个家庭KTV的这样的一个功能 就是可以唱歌 然后这个麦克风呢 现在已经打开了啊 你拿到麦克风 嗯 就一种主持人的感觉 499这一对 然后这次呢 这个APP方面啊 是那个全民K歌 它专门给这个智慧屏呢 开发了一个 全民K歌的这个智慧屏的这个版本 所有的界面都进行了这个重设 然后什么打分啊 什么功能都有 三升十上面 这个歌就是我上初二还是上初一的时候听的歌 那个时候那个MP3都是128兆的还是256兆的MP3 OK最后的最后呢 我们再来说画质 呃 因为整个的S系列这个电视呢 它比较偏性价比 所以说在极限的这个画质上呢 确实没有V系列那么顶 因为它毕竟是LCD的嘛 呃 而且它整个的这个价格 在华为整个这个智慧屏里面 也性价比颇高 面对年轻人的这样的一个系列 我们放一下这个4K的偏原 这个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 呃 鸿蒙2.0呢 呃 目前呢 它在手机端呢 可能距离咱们还比较远 这个虽然说它一直在发这个Beta版本 但是在智能家居 在LT这块已经有非常多的落地了 可能你现在还是觉得那么晦涩 没有那么狂拽酷炫了张天 但是任何一套新的这个生态 新的这个协议它必须要有一个发展的过程 另外呢 我最后再提醒大家几个点啊 呃 这个电视它是一个单一背光源的电视 这个应该没有几个人告诉你吧 这个三连点赞一下啊 呃 还是要提醒 如果你特别注重画质 那么V系列或者说是OLED这个屏幕的电视 会更加的适合你 呃 但是120Hz确实 嗯 对于智慧品来说价格不贵了 OK 本期视频我们就先跟大家聊到这儿 后续呢 还有很多品牌的各种各样新品啊 我们会持续为大家带来的 赶紧点一下关注 不关键点 还有特别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